現在時間兩點半 我到公司了 今天溜滑板來 為什麼今天要溜滑板呢 因為我其實已經超久 超久沒有溜這一塊 BOOST的滑板 這塊BOOST其實真的 全全叉叉的重 很重 非常的重 聽到那個聲音沒有 我已經超久 那為什麼不留 因為其實後來 溜滑板在路上啊 還是相對比那個 電動 電動滑板 一般我們叫這個叫什麼 有手把的我們叫什麼電動車 沒有手把一般俗稱電動滑板 那其實在路上啊 溜電動滑板啊老實講 就是在反應來講 真的會要很快 會比較有問題 好啦開燈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把這一塊 因為這一次 我一個紀念啦 這個滑板是 是當初 我上一次去紐約的時候買的 自己買回來的喔 自己就是一樣 中間還去香港轉機 欸我的掛鉤 我拿一個掛鉤把它掛起來 把一些我曾經買過的交通工具 拿大的好了 這邊有大鉤跟小鉤 大鉤不行 大鉤 大鉤應該可以 這個應該用大鉤吧 這樣子 我可能需要 兩隻手才掛的上去 這樣嗎 要這樣 這塊真的很重 非常的重 BOOST的這一塊啊 其實很實啊 你溜過 如果以這個 這個大鉤你溜過BOOST 再溜別的 你就會覺得 哇 真的BOOST的安全感 真的多很多 多 非常的多 OK 這樣掛鉤很魅 還好吧 OK啦 先暫時這樣 有點像賽豬龍 這個 就我比較少 少滑的 可能都會那個 開個燈 今天因為 天色比較暗 所以開個燈 開個燈 開個燈 今天影片還沒上 今天會上一片 安傑 安傑飛航的影片 然後我慢慢的把一些器材啊 都帶來公司啦 想說把它做一個 整理 小整理 像我前幾天的包包 還在這邊 這個啊 是 裡面就放一些 我比較少用的 攝影器材 然後我想說 帶來這邊稍微整理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是前天帶來的 這是飛魚的穩定器 就是通通放在這 到時候一起整理 然後我還帶了什麼啊 看一下 可口可樂 我來收集各地的可口可樂好了 你看現在有個地方可以放 就會想買 這個是 這個也很特別 這個謝謝那位粉絲啦 就是 有一次 新女首行的時候 他送我的 就是我在澳門 他就特地 看到我 就買了一瓶 可口可樂給我 真的很謝謝 所以我也不會去把它喝掉啦 就是 就 就把它留著 然後 我最近很少用的穩定器 有時候就是一陣一陣 這個啊 這個穩定器也是有 故事的 這是智雲的Smooth Q2 我總共買了三支 一支 一支掉在美國的迪士尼 然後一支掉在 星宇的飛機上 可是又找回來 然後一支就是因為 因為 星宇 飛機上那支沒找回來的時候 我又買了一支 所以總共 我有三支 關我穩定器 我不知道幾支 然後跟各位講 這一支 這一支也是個穩定器 完美開箱 不過這是相機 這是DJI的 比較大 比較大的那個相機的穩定器 這個有機會再開箱 穩定器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有些畫面就是會想要用它 有稍微把它 還要整理啦 就是我希望 就把一些 我用過的 像你看這個 然後我先把它通通帶來 然後我再想想看 這個架子要怎麼做 像這個電池 怎麼做一個架子去放這些東西 可能還是要一層一層的啦 這樣才放得多 然後有些真的是我用 用很多都是 從我剛開始拍攝的 GoPro5 GoPro7 好這個是RX0 Mark2 這個Sony的 所以它也是 算都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相機啊 然後這個 這是我買來最少用的穩定器 這隻我真的不太行 這隻是OSMO的 給大家看一下 反正我覺得它太大了啦 它有點過大 然後拿起來我就覺得 不好拿 所以我就很少拿 有沒有 相對於 好如果把它立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它比 就是很很粗獷 然後 智雲的Smooth Q2溫柔多了 這也是 那更不要說這個 飛魚的啦 飛魚這隻是很舊的產品 所以 它不管穩定度 各方面來講 也差蠻多的 我們把沒有在盒子的 然後這隻 這隻是飛魚的 我記得這隻好像就說什麼 Block Pocket 這隻我也不好 我覺得也不好用 其實我用的時間也非常 它很便宜啊 好像 一千多塊喔 可是 它質感各方面來講 就是 不好 有時候就是 拿起來就不順手 好就這樣 我老婆一直說我是 很會買腳架的人 我都不承認 可是有時候看一看 我還蠻多 有的沒有的 設備 攝影設備 有時候想到就想要 買來試試看好不好用 就這樣 這樣我包包都清空了嗎 包包還有電池 這邊還有兩顆電池 再放在一起 就是看怎麼擺才會漂亮 就是既然我都把空間整理出來了 就是要把它擺漂亮 然後這個是耳機 我有個地方是專門放一些 我還沒整理到那麼細啦 可是我慢慢的可以把它整理出來 這個抽屜 這個抽屜我都放充電池 這個抽屜啊 我就是專門放一些 比較屬於聲韻類別的 像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啊 其實就是這一組的 麥克風 目前來講 我覺得以無線麥拉 羅德link的這一組 還是聲音是最好的 最穩定的 可是 它真的很耗電 而且很 有點笨重 這個是哪一個啊 I watch 是我都忘記 我裡面是不是 塞那個羅德的 Media Michael 我是塞那個啦 Wireless Go 對啊 剛才講錯了 放Wireless Go 所以我們看其實蠻多東西的 好 就這樣 今天可能就來上個片 然後 再把一些東西 就是還有一些東西啦 真的有個節目想要之後在這邊做 可是 我覺得還少了一些東西 我正在找 第一個是導播機 那我在網路上找了好幾個 那導播機啊 其實比較好的牌子 還是 就是阿開頭那個牌子 等我買了再跟各位分享 怎麼念的題 我真的還不是非常會念 看一下人氣 然後導播機 然後還有燈啊 燈啊 也還在跟正成聯絡中 燈的話 因為他給我的那一組燈 不曉得 適不適合這邊 我這邊很想要有一個很大的 八角罩的那個 那種燈在這個位子 然後補 有點類似想要補到 自然光進來的感覺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背面啊 我想要訂做一組 我還在想 要不要訂那一種 最傳統的 霓虹燈 還是直接訂 從淘寶訂給LED燈條 我想要訂一個小的裝飾物 在這個燈架的上面 不過還在想 還在想 可是初心已經出來了啦 就是等我器材擺多一點 這邊我可能會訂做一個壓克力的樓梯 之類 來放這些 就是因為有高度嘛 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舒服 空拍機也是在這邊 這台是我買過算 數一數二爛的掃地機器人 好啦 就是這樣 我要開始工作啦 各位掰 拜拜 拜拜